整容丑闻 包养丑闻 假唱丑闻 酒会丑闻 集贯丑闻 慈善丑闻 放荡丑闻 陪富豪丑闻 刘胡兰丑闻 要说这娱乐圈丑闻缠身 以话题度博出位的流量女星 范冰冰必然是其中一员 而她与世界上最灵活的胖子洪金宝的关系 也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 近年来 更有甚者说 范冰冰的弟弟其实是她与洪金宝的私生子 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当年范冰冰被签约到琼瑶旗下 但一直出演的都是二三番位的小配角 无奈之下 她拿出20万违约金为自己赎身 开始自谋生路 范冰冰的运气还是很不错的 她被称为内地第一经纪人的王金花看重 签到了华裔旗下 可连续出演了几部电视剧却收获甚微 公司也开始力捧李冰冰 范冰冰决定另寻突破口 电视剧不行 电影总可以吧 接着就有了手机里的五月 偶然认识了港圈大佬洪金宝 她认为这是个打破事业瓶颈的好机会 于是跑到了香港 洪金宝呢 对范冰冰是处处照顾 在她的支持下 范冰冰接连出演了《河东诗吼》 《特警飞龙》《晴天大圣》等港片 资源好起来了 出净率高了 她和洪金宝的关系也被媒体就出来做文章 一时间 二人之间的绯闻众说纷纭 其实在范冰冰成名之前 就曾有传闻说 她被洪金宝收作干女儿 加以培养 为了金屋藏娇 洪金宝还给范冰冰一套200多万的豪宅 两人曾在上海的三泉公寓 和北京某高级公寓同居 同居时 范冰冰不小心怀孕 选择在公寓自行流产 不料发生意外 紧急送一彩保住一命 范冰冰堕胎大出血 冒险生死 真相曝光 的新闻在那段时间疯狂刷屏 而范冰冰前几年拼命地为范诚诚铺路 姐弟二人年龄差距悬殊 而范诚诚出生的时间 也恰好对得上她和洪金宝关系微妙的时候 不少人都怀疑范诚诚是范冰冰的私生子 更有甚者 拿出范冰冰在剧里的哺乳照来作证 而面对这些尖锐问题 二人一开始都避而不谈 越是避而不谈 就越是耐人寻味 越能激发大家的八卦心理 尽管媒体一直在挨打的边缘疯狂试探 可始终没有什么结果 当年有个女记者大着胆子采访洪金宝 洪金宝气势汹汹的反问 吓得女记者再也不敢说话 即巧妙躲过了记者想提问的问题 又明确摆明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如此一来 大家就都知道了这个问题是洪金宝的雷点 一般的记者不会也不敢再不失好歹 在大佬的雷曲蹦迪 两人对于此事也先后在媒体面前进行了否认 尽管郑主亲自下场 但总有人对这件事半信半疑 常为娱乐圈操碎心的王思聪 早年就在微博中写道 你干你的金宝学期加印 陆鼓地讽刺了洪金宝与范冰冰关系 对此范冰冰也直接回应 你找你的爸 我干我的活 我们都算自强不息 洪金宝是签上无欲 在节目中被问到和范冰冰的绯闻 如果是真的话 你会承认吗 洪金宝的回答让鲁豫一脸惊讶 是真的我也不会承认 承认吗 如果真的是的话你会承认吗 我一定不承认 是真的话我也不会承认 这个模棱两可的回答就非常意味深长了 你要明白就行了 很多事情是真是假 因为在这个圈子里面 很多事情都会发生 在接受鲁豫采访时 洪金宝亲口承认自己送给范冰冰一套豪宅 但自己从没去过 因为她不是随便的人 至于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就需要再看的各位自行判断了 而面对范诚诚是自己私生子 这类言论质疑不断 范冰冰也特别无奈地道出了真相 她表示母亲当年生二胎需要罚钱 是自己再三请求才生下了弟弟 但仍旧噪音迭起 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后来范诚诚直接把造谣的人告上了法庭 经过法院的调查 范诚诚和范冰冰是姐弟关系 定非外界传言的母子关系 为此还特意查验了范冰冰家的户口本 户主的关系也可以说明他们是姐弟 范诚诚的名誉维权案胜诉了 并且根据法院的判定结果 被告需要在涉事账号上公开发布致歉声明 向范诚诚道歉 并赔偿一笔不小的金额 网上之所以有这样的谣言传出 是因为范冰冰和范诚诚相差了19岁 也就是说范冰冰父母是老来的子 当年范冰冰的母亲已是47岁 一位47岁的高龄孕妇 居然冒着违反国家超生政策 冒着生命危险生下儿子 在那个循规蹈矩的时代 这并不多见 没有几个敢冒天下之大不为 破坏党的法律法规 何况范冰冰的父母是文艺界的宣传干部 而且人老了要想怀孕那是非常难的 关于弟弟的年龄 范冰冰也做过解释 她表示是因为自己想要一个弟弟 父母才会老了之后还生下范诚诚 对自己翘首起足判来的亲生弟弟 范冰冰有什么理由不对她好呢 对于红金宝思考半天说出的 如果是真的话 你会承认吗 网友 意味深长啊 对此 你怎么看呢 红金宝回应与范冰冰关系呢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